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CALCULATE MEDIAN FOR GROUP DATA 然后它用的是这个formular M等于L加M2-F 除小F再乘以C L是LOWER BOUNDARY OF THE MEDIAN CLASS 然后N是SUM OF FREQUENCY F是CUMULATIVE FREQUENCY JUST BEFORE THE MEDIAN CLASS 然后FN是FREQUENCY OF THE MEDIAN CLASS C是SIZE OF THE MEDIAN CLASS OK 你这样看你可能不懂它是什么东西来的 来 我们看一个例子 在这一边 它叫我们找MEDIAN FOR这一个 所以首先我们要找它的CUMULATIVE FREQUENCY 3 3加5 8然后22然后53 83 90 所以其实它的SUM加起来是90 你可以看到这边 3加5 加14 加3 1 加30 再加7 所以这个是90 所以我们的N是90 然后我的MEDIAN的话呢 我要找它的MEDIAN的话呢 它就是90除2就45 所以我们的45 45 你都要知道它45是在哪里 45是在这一边 OK 22 所以它是1到3 然后4到8 然后9到22 23到43 5到3 54到83 84到90 45它是在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我的MEDIAN CLASS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LOWER BOUNTY是什么呢 就是9加10除2 也就是9.5 然后它的大F是什么呢 它大F是它之前加上来的这个 OK 之前加上来的这个是我的大F 所以我的大F是22 它小F是什么呢 它小F是它自己的Fiquancy 这个是我的小F 3的E 然后接着呢 我们的C 是class size 然后10 11 所以10 11 你用手指来算 10 11 所以它是两个 是它的class size 然后你也可以用什么方法呢 你的这个class size呢 你也可以用那一个 呃 11-10加1 然后11-11 1加1 2 OK 你也可以用 那一个class size 等于它的UPPER BOUNTY -LOWER BOUNTY 11.5-10.5 然后 没有 减9.5 OK 它的LOW BOUNTY是9.5 然后你拿到2 OK 它小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用来算 11 用手指这样来算 它大的时候呢 我喜欢用 减了 直接减了 再来加1 就好像热气这样 减了再来加1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Medium呢 会是L加N for 2 减大F除小F 乘以C 这样 所以它就会变成 我的L是什么呢 我的L是那个 呃 刚刚我拿到的L是9.5 加90除2 减22 除31 再乘以2 这样 所以我就有9.5 加 然后45.22 然后31 再乘以2 所以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1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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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一边呢 它其实是怎样的 你就心里想 它前一个class是9.5 然后它加到之前有22个 然后我的medium是第45个 所以我用第45个减掉22个的时候呢 45-22 我还需要多23个 多23个 才到它的medium 然后它里面有多少个 31个 所以23除以31 再乘以它plus size 这样 它就是这样了 来拿到它的那一个 medium ok 然后我们的formula呢 其实它有QE QE呢它是L处QE 加n 博4 点大F除小F 然后再乘以C ok 这个是QE 然后我还有Q3的时候 我有L处Q3 加3n博4 减大F除小F处Q3 然后再乘以C ok 这个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它的差别是在 我的这一个n博2 n博4 n博4 跟3n博4 这样而已 2 4 6 5 6 6